徐长安学过五年风水秘书 古墓的门被他轻易打开 可是刚进来 他们就遇到了非常可怕的怪事 好似幽冥到一般的泳道里 突然冒出一只身着嫁衣的新娘 在这里每个人内心最恐惧的事情 都被无限放大 走出泳道之后 众人来到一个全是纸人的大殿 这个长得很像三姑的寡妇 来之前烧过纸人纸钱 离奇的是这里的纸人和他烧的纸人似乎一样 寡妇赶紧点了一把纸钱洒向半空 就在这时徐长安的女儿发现了不对 好在徐长安及时发现破绽带领大家逃出生天 接下来才是整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